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从今天开始,惊悚哥给大家带了一部高分态剧《社交网络》 这部剧是由八个独立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尺度惊人,又反转重重 并且辛辣地讽刺了如今互联网时代中各种令人擦舌的怪象 下面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幸运儿 便利店门口拍起了长冬,我们的男主小白就在其中 他盯着屏幕上的一款饮料的广告,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然而转头一看,冰柜里的这款饮料所剩无几,又焦急起来 原来,这款饮料是一家网红公司新推出的产品 并邀请到了时下最火的偶像小咪代言 小咪已经出道三年了,凭借着清纯靓丽的样貌 还有活泼可爱的个性,吸引了无数粉丝喜爱 可以说是所有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这次饮料公司还联合小咪举办了一个活动 在饮料瓶内侧有一个注册码,下载公司APP注册后 输入这串注册码,就有机会赢得特别奖励 和超人气友像小咪在后华酒店共处一夜 至于中奖者在这一夜对小咪做什么,小咪都可以答应 这个活动已经推广,就吸引了大量粉丝参与 是小咪为心中之高女神的小白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便利店抢购这款饮料 她买走最后的几瓶饮料后 连忙跑到下水道,将饮料倒掉 再小心翼翼地收起瓶盖 这时,母亲打了个电话 小白不耐烦地抱怨到 自己最近很忙没时间回家 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小白回到公寓 发现一起合作的石油小胖 正在电脑前对着小咪的视频比心 小白脸上立即露出鄙夷的神色 她觉得小胖只是缠自己女神的身子 根本不是真心喜欢 接着,她发现小胖桌上散落着大把饮料瓶盖 心中有些嫉妒 而发现小白窥视自己瓶盖的小胖 立即严肃地警告她不要乱来 这时,一则关于小咪的新闻跳了出来 原来饮料公司联合小咪举办的这个活动 受到了一些争议 很多人认为 大家买这种没有营养又难喝的饮料 就是为了能有机会 和小咪共处一夜做下流的事情 小胖愤怒关上电脑吐槽道 要不是因为小咪 我才不会买这么难喝的饮料 粉丝群里 大家也觉得小咪不该接这个广告 纷纷发言表态要联合起来 再也不买这个饮料来抵制 小白却为女神辩解说 小咪这样也只是为了工作 她就像是你我一样 为生活奔波 我们要更加努力支持小咪才是 说着 小白往向床头小咪海报上甜美的笑容 更加坚定了支持女神的决心 网上关于小咪这件事情的讨论越来越多 有人指责小咪 这次是联合无良饮料公司骗粉丝的钱 这一天 网络直播粉丝会上 有关注发弹幕提出质疑 表示小咪这么大年龄了 还装可爱卖萌 还有观众指责她装疯卖傻 收割粉丝的钱包 看着屏幕上心中的女神低下了头 一副委屈的样子 小白立刻站了出来 愤怒又激动地回怼提出疑问的观众说 你们这么践踏小咪很有存在感吗 你们自己就是圣人 从来不犯错吗 你们就不能宽容一点吗 这番言论并没有改变什么 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 小白在社交网络上 继续奋力地为自己的女神发声 怒不可遏地回怼着 一个又一个说小咪不火了 靠和饮料公司炒作 收割粉丝钱包的网友们 在她心中 维护女神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不仅在网络上 现实中为了支持小咪 她还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去买饮料收集品盖 妈妈打电话来问她近况 她也不耐烦地表示 最近手头紧 不能往家里汇钱了 小咪和饮料公司的活动 还进行得如火如荼 网上对于小咪的质疑 也越来越多 然而突然有一天 有人在医院拍到 戴着口罩的小咪 推着一位坐轮椅的大叔 几张照片流传到网上后 舆论开始出现了反转 所以我担心小咪的粉丝 这才明白 原来小咪的父亲得了重病 她才迫不得已接了这个合作 小胖看到这条新闻后 后悔万分 觉得自己错怪女神了 立即又去超市 买了几箱饮料 小白十分不屑她这种做法 阴阳怪系的吐槽表示 自己才是小咪真正的真爱粉 然而又一次 网络直播粉丝会上 有人质疑小咪 在医院的照片造假是炒作 小白立即又怒不可遏 当众冲出来 帮小咪回怼了回去 她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如此恶毒地去揣测 这么青春可爱又善良的女孩 这一天 小白在论坛上 会对质疑小咪的人 妈妈又打来电话 她不耐烦地接了起来 却得知父亲摔伤了有些严重 希望她能回家看看 这时 又跳出了一条关于小咪的帖子 小白随口敷衍了几句母亲 便将电话挂断 再次开始为女神出征 小咪和饮料公司的活动 已经接近为生 这个饱受争议的活动 一直都被受社会各界的谴责 今晚 一档娱乐节目 特意邀请饮料公司的总裁 和一位德国网中的 文化界名流李先生 聊聊对这个活动的看法 演播室里 文化界名流李先生 斥责这个活动 本质就是性交易 十分下流低速暗脏 并且小咪这种 不能为大众 树立一个好榜样的偶像 根本就不配称之为偶像 饮料公司的总裁却辩解到 这个活动的奖励 根本就不是性交易 只剩这名幸运儿 有机会能与小咪共处一晚 至于她要对小咪做什么 这是她的事情 在活动开始前 公司也已经咨询过律师 根本没有任何法律问题 而且这名幸运儿 也可能是女的 也可能只是和小咪 聊聊天打打游戏 如果有人一定认为 伤脏的性交易 那么是这个人的思想问题 与此同时 正在手机上 看这场直播的小白 十分愤怒 化解名流李先生的言论 这时 神明过来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 也是小咪的粉丝 其中一个笑着问另一个 如果你中奖了 能和小咪共处一世 你会干什么 另一个男人脸上露出银笑 如果共处一世的话 小咪应该就不会那么清纯了吧 一夜我不够的 听到这种侮辱女神的言论 小白脑海里闪过 这猥琐男人中奖后 对小咪为所欲为的画面 立即不然大怒 冲他怒吼道 不要这么没教养 说话之前 要记得尊重小咪 画面转过 到了开奖这一天了 所有粉丝都紧握着屏盖 祈求幸运儿能是自己 小白在忐忑不安着 没有收集太多屏盖的他 对中奖没抱太大期望 只是害怕中奖者 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猥琐男 会做出伤害自己女神的事情 时间倒数结束 到了开奖这一刻 无数粉丝发出失望的哀嚎 无缘大奖的小胖满脸失落 小白却收到了app提醒 这个万中瞩目的幸运儿 居然是他 获得大奖的小白 瞬间成了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他的个人信息 也被人扒到了社交网络上 有人给他发来恐吓 警告他 不要对小米做可怕的事情 否则就要杀了他 也有人骂他 不配和女生近距离接触 让他弃权 还有人提出 想要购买小白这个获奖资格 小白一时间不知所措 甚至想要放弃中奖名额 然而饮料公司总裁 却找到了他 想邀请他 录制几期节目 为对奖职业增加热度 小白犹豫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在小胖的劝告下 答应了下来 电视节目上 有些举处不安的小白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讲出了自己 为什么如此痴迷小米的原因 在三年前 小米刚刚出道 刚刚毕业的小白 也是初次来的这座城市打拼 在数次求知悲剧后 心灰意冷的他 有些想要放弃了 然而一天 他偶然间看到了 小米在粉丝会上的表演 瞬间就被这个 青春甜美的女孩吸引了 演唱会散去后 他还正在原地 回味着小米甜美的笑容 并且仿佛听见小米 就在自己身边亲口鼓励说 生活中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我们要鼓起勇气去奋斗 加油 说到这儿 小白眼神中 但要起幸福的光说 是小米把我从噩梦中拉了出来 这么久以来 都使他给予我勇气 接着 小白又聊起 他和小米在握手会上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 眼神中是无限的甜蜜 小白讲完后 主持人立即进入了下议流程 他用工作人员来来一块荧幕 表示这一事特殊惊喜 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小胖 看了看小白 小胖却十分期待的样子 比划了一个夜的首饰 接着 小米出现在荧幕上 并且就在小白和小胖合作的公寓门前 他笑着告诉大家 在共处一夜之前 让我先来了解一下 小白先生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小白先生的室友 已经将钥匙给我了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说实话 第一次进男孩子的家 我还是有些小激动呢 说着 小米就打开门进去了 看着女生竟然在自己家里 小白和小胖激动晚分 当看到女生拿起 自己的物品摆弄的时候 两人简直兴奋地要心脏骤停 然而没想到 小米居然还躺在了他们的床上 小胖开心地当场晕了过去 直播也就这样被终止了 这时 小白却收到了一条短信 银行卡进账10万元 这让他有些惊讶 接着 又一条短信进来 是一位神秘人发来的 内容是 预知详情 请来停车场详谈 小白正逐了几秒 连忙找个借口去了停车场 两名黑西装男士 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表示自己的老板 想花100万 购买小白的中奖名额 到时候小白还可以在领奖后 和女神独处10分钟 小白大吃一惊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但眼镜的西装男脸上 露出一丝不屑 拍了拍小白肩膀说 今晚我们就要收到答复 然后转身离开了 后面转回到公寓里 小胖兴奋地 在小咪躺过的地方摩擦着 小白却望着小咪的照片 面色阴沉 100万对于他来说 可以说是一笔 可望不可及的巨款了 但一想到一路 陪伴着自己的小咪 会被西装神秘人 幕后老板伤害 还有觉得痛苦难过 不忍心背叛偶像 这时 妈妈打来了电话 心情烦闷的小白 本来不想接起 但这是妈妈今晚打来的第七个了 她只好不耐烦地接了起来 没想到 妈妈告诉了她一个 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 原来前几天 爸爸摔伤特别严重 需要立即做手术 不过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 妈妈想让她再凑一笔钱 小白瞬间正住 沉默片刻后 她强忍着悲痛的心情告诉妈妈 我会想办法的 一番纠结后 小白答应了将助奖名额 卖给那个西装神秘人的幕后老板 这天领奖后 她将酒店房间号发了过去 神秘人收到后 允许小白和小米短暂相处一会儿 小白便立即乘车直奔酒店 高级酒店套房里 小白终于近距离接触到了自己的女神 这以前只出现在梦中的场景 让她一时间不知所措 小米则满脸笑容地 换上一套日常穿搭 然后拉着她坐在沙发上 没想到女神如此平易近人 小白十分感动 更让她惊讶的是 小米居然还记得 小白给她写过的信 还能背出 当年她精心准备的句子 小白只觉得 人间最美好也不过如此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 神秘人发来短信通知小白 时间到了 小白只能依依不舍地找个借口 称准备了惊喜 让小米先进房间等候 自己黯然离开了 在电梯前等候的小白 看着神秘人进了套房 心中十分痛苦 她翻出小米的照片 想起这些年 女神带给自己的鼓励和感动 又想到女神 为了给爸爸治病 还要接下饮料公司这种商业合作 还有女神能背下来 自己这个小粉丝 几年前写给她的信 小米可能被神秘人的幕后老板蹂躏 小白瞬间热血上游 转身奔回套房 高级套房中 小白迫门而入 看到小米被绑在床上 挣扎着呼救着 而神秘人的幕后老板 正是在节目上斥责这个活动 肮脏无耻的文化界名流李先生 小白瞬间暴怒 一圈打倒一脸错恶的李先生 将小米救走了 两人在酒店里一路狂奔 终于在游泳池边 甩掉了李先生手下的保镖 明白自己被出卖了的小米 愤怒地给了小白眼光 小白也委屈地讲出了自己的难处 然后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小米直接将她拦了下来 表示报警的话 小白也属于从犯 不知道如何适合的小白 问小米该怎么办 小米却转身直接离开 狠狠地留下一句话 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和小米分开后的小白 落寞地来到了停车场 突然 李先生手下的一个保镖闪了出来 将她绑走了 小白被绑回了套房 暴怒的李先生 直接让保镖修理了她一顿 然后逼问小米在哪儿 还表示如果小白不说的话 就将她的手指剁掉 这时 一旁的保镖收到一条视频消息 内容正是李先生 报答小白 逼问小米在哪儿 道磨而然的李先生这才发现 小白胸前的手机摄像头 一直在冲着自己拍摄 接着 小米打了电话告诉李先生 如果再对我和小白骚扰 我就将这段视频 发到社交网络上 原来 这是小白和小米 两人设下的反击圈套 愤合不已的李先生 只能作罢 无奈待人离开了 第二天 小白和小米走出酒店 采访两人昨夜做了什么 戴着口罩的小米一言不发 小白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只是聊天聊了一夜 没有人相信小白给出的这个解释 两人在酒店里共处一夜 发生了什么 又冲上了娱乐话题榜首 社交网络上 还有人发起投票 你相信幸运儿和小米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结果有90%的网友 选择了不相信 小米迫于压力 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一脸憔悴的他 怒猛地对着镜头宣布 我决定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小米宣布推出在网络上 引起了广泛讨论 一段时间过后 这场荒诞的闹剧 也渐渐被人们遗忘 这一天 医疗公司的总裁将小白约了出来 他给了小白一张支票 表示谁是小米给他的 小白接过来急切地问道 小米现在怎么样了 总裁不屑地笑了一声说 他现在在国外 这件事情 他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原来 除了文化界名额李先生 收买的中奖名额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小米策划的 已经出道三年之有的小米 发现自己的流量热度 有大规模下滑的趋势 网络上质疑他 抵制他的舆论声音 也越来越多 这样他意识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清纯甜美出道的自己 很快就会被更清纯 更甜美的信任超越 所以他决定 与其看着自己日薄西山 渐渐过气 还不如趁着还有价值 好好地赚一笔 于是 他联合了饮料公司的总裁 和他们一起 制定了这个收割粉丝钱包的计划 什么父亲患病 只不过是为了 控制渔热导向的策略罢了 就连小白这个幸运儿 都是饮料公司和经纪公司 根据APP上面的数据 精心筛选出来的 至于小白无比感动 女神能记得自己写过的信 也是几个助力翻找出来 让小米临场背的 得知真相的小白大吃一惊 万万没想到 自己喜欢了三年的青春女神 竟然是这样的有心机 影片的最后 小白失落地坐在床上 望着小米给自己的支票 这时 小庞欣喜地招呼他 快看哇塞 这个新出道的偶像好清纯 小白连忙扔下支票跑过去 支票了一眼 他眼神中就亮起了幸福的光 不住地承载到 还真是太甜美了 本集结束 这是太局社交网络的第一集 当时上映是在2018年 剧中所有的荒诞 让人大跌眼镜 如同魔幻一般的情节 却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数遍重复上演 人类的DNA里 就流淌着造神的热情 喜欢给自己找一个情感 精神上的寄托 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资本家们就是狠狠地抓住了 人类这个弱点 打造了一部分没有内涵 没有营养的网红明星 偶像艺人 然后贩卖大众 而这些粉丝对于偶像的情感寄托 对于偶像的所有付出 在资本家和偶像眼里 也只是一页又一页KPI数据而已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无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